大家好,欢迎来到Live Jantling,我是Edith 今天就是延续上一集,当我们记录了一些目标 好想达成之后,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 去帮助我们更加容易地去检视自己的进度 以及达成这些目标 第一个,我会教大家做一个小书签 是一个Today的书签 很多人都会在他们的手帐里加入这些书签 我就改良了这种书签 我想在里面加上我们的目标 以至我们每一次打开我们的手帐的时候 都会在一次提醒 我们开始吧 首先,你找一些硬一点的纸 我今次就用了水彩的明顺片 首先,量好位置 然后,将你要的大小剪出来 记住,你要留一点上面的位置 来做一个突出来的位置 剪好出来之后,我们就会开始上色了 首先,将突出来的部分 上一层你喜欢的颜色 然后,在中间这里 我们就会画一片的水彩上面 也会加入不同的云染的效果 然后,我们就在下面加几条线 去写下我们之前定立了的那些方法 干透之后,我们就会在上面的部分 写上today这个字眼 而中间的部分 我们就要用到电话里面搜寻的功能 我会搜寻一些关于ghost的名言 我觉得这一句都挺适合 他说做一些会令你的灵魂发光的事情 那我就把它写上去 然后,我们就会写上ghost这个字眼 在下面这三行就写回之前我们定立了的那些方法 那我就把它浓缩了,用几个字去表达 例如是吃得健康 早睡早起 多做运动 这些字眼 最后就用钉弄机,钉花点洞 就可以放在手帐里面 当你每一次打开你的手帐的时候 你都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提示 帮助你记得你有一些目标要完成 而第二个呢,我们就会在手帐里面 加入一些tracker 就是一些帮助我们去记录我们平时的习惯工具 首先我们需要一张格仔纸 或者一些点点的纸 然后我就会用间尺度一度 这张纸 31格应该是多少 然后就画一条直线 在上面就可以写上1至31 1至31就是代表日期 然后我们就要去定一些我们想tracker的习惯 最好是一些每日都会需要做到的东西 而我就写了每日吃水果 12点前睡 这些都是我之前写下的一些目标 在第一天开始之前 我们首先用不同颜色标示了不同行数 一行是代表一个项目 那我们说一下平时用这个tracker的时候要怎么做 如果你那天有做到那个项目呢 你就在相应那一天 那个项目那一格那里 填上颜色 所以填得越多的格数 就代表你越做得到 这次我们介绍了两个方法 怎么可以让手掌成为我们的助手 帮助我们达成我们的目标 不知道你又觉得这些方法有没有用呢 不妨跟我分享一下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记得like我这条影片 还有subscribe我这个channel 还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